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初歌学投资》,我是李国庆 人民银行每个月中除了公布新增贷款之外 还会公布社会融资规模 这个数据包括了贷款和其他融资方式 比起新增贷款更能反映全国社会的融资状况 社会融资主要包括了表内融资、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 表内融资主要是指银行贷款 记录在银行和借款人资产负债表之内的融资 由于要记录入表,所以受到的监管会较为严格 例如银行的放贷能力会受到全贷比率的制约 借款人的举债空间也会受到债务比率高低所限制 表外融资就是银行贷款以外的其他融资途径 是记录在银行和借款人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融资 由于无需记录入表,所以受到的监管会没有那么严格 银行不会因为贷出大量表外贷款而减低放贷能力 而借款人也不会因为大幅借入表外贷款而减低举债能力 所以不受监管的表外融资曾经增长很快 好像2016年和2017年这两年那样 表外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最高达成四成 造成社会融资规模分别在2016和2017年按年增长了16%和26% 虽然表外融资抗张快,企业可以多一个融资渠道 不过因为监管不严格,表外融资抗张太快,衍生金融风险 央行在2018年开始打击表外融资 指导银行将部分表外融资撥入表内加强监管 令到2018年表外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大跌到不足两成 而新增贷款的比重即大幅上升至超过八成 造成当年社会融资规模大减一成半 最后,直接融资主要是来自企业透过发债或发股票筹集的资金 总结而言,除了新增贷款之外 初过亦要留意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 社会融资增长快,短期有利市场资金充裕 但中长期就可能埋下高杠杆的风险 因此分析社会融资规模的时候 应该作出更加深入的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